花联市长魏家燕7月3号出席花联县 112年度特优村里长 机优调节委员 民政人员及调解业务考核机优公所的表扬大会 和30位获奖人员分享荣耀 花联市公所也再度蝉联全县调节业务第一名的殊荣 花联县112年度特优村里长机优调节委员 民政人员还有调解业务考核机优公所表扬大会 7月3号举行 其中花联市再度蝉联全县调节业务第一名 市长魏家燕上台接受讲座 也感谢调解委员和民政人员的辛苦 今天是我们花联市的调解 是我们的机优然后候选县府的一个机优的一个荣耀 那我们也知道在调解的过程后 在两兆双方后可能有一些误会 那其实成立调解会的原因后 其实是避免不必要的民众后持续的跑法院 那能够将我们所有的问题后能够在调解会解决后是最好的 那也希望我们所有民众只要有纠纷就可以利用调解会来进行调解 那我相信我们的调解委员都是公平公正 也希望后能够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来做一个服务 那也感谢今天的我们花联市政府来颁发给我们整个调解会 那由我们李建新主委后带领的我们整个调解会后 真的非常的辛苦后 那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市民的支持 花联市调解案件在111年度总收件数有1317件 成立案件有717件 达成率有89.17% 而花联市有14位独任调解机优人员获得县长奖 也有9位的转介调解机优人员获得县长奖 还有施工所两位调解机优人员及两位理干事和两位理长也都获得机优表扬 绝对会欢视报道